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评 关注一下今天正在进行的澳门公开赛的比赛 那么WTT澳门公开赛今天进入到了第二天的比赛角逐 首轮单打的比赛已经是全部结束 目前的8球已经全部产生 那么此前我们也预料 这个刘世文在首轮比赛当中将会遭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挑战 甚至有可能会被王毅迪击败 最终刘世文用自己的实力狠狠地打脸了我们这种伪球迷 可以说是,那么他是3比1战胜了王毅迪 应该说这场比赛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王毅迪其实最近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在这个视频赛场 他是击败了中国队的头号国外禁敌伊藤美成 那么在之后的WTT新加坡总决赛战的比赛当中 他也是击溃了陈梦这个奥运会的冠军 所以说现在的王毅迪其实是有机会 也是最有机会去冲击而女平三大主力的这样一个球员 因此战胜王毅迪其实很能够说明 目前刘世文的竞技水准还是维持的比较高的 那么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刘世文也是展现出来 从这个全运会以来一直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 他也是表示啊 其实现在对于自己来说就是 能多赢一场都是比较幸运的 已经对于成绩不是有太多的看重了 自己毕竟是一名老将 所以说更多还是享受比赛 正是这种轻松的心态 我觉得反而是让刘世文从全运会开始 就维持住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 与奥运会上那种紧张的情绪 甚至有些低落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看到在这个奥运会输球之后 包括在这个隔离期间 那么刘世文与球迷的互动啊 包括露面都是非常少的 也是显得非常的低迷 但是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之后 刘世文看淡了这一切之后 反而是打出了一个比较不思论的成绩 当然对于提到自己老将这个说法 现场很多的刘世文的球迷也是大声呼喊 说他并不老 那我们看到刘世文则是 被这样的声音员声感动到了 也是非常的开心 打开了自己的画甲子 同时也说出了自己之后一系列的一个决定 因为就目前的情况 虽然说刘世文保持的经济状态不错 另外的话也重新返回了球场 但是应该不太可能去到巴黎奥运会了 毕竟中国女平现在目前的整体实力确实太强 就算陈梦啊 她的一个状态有所下滑的话 像这个王曼玉啊 包括孙艺莎都是太年轻了 所以说去以刘世文的年龄去竞争巴黎奥运会 应该说不是太现实的一个愿望 因此他更多的还是要去考虑退役之后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此前 那么刘世文已经是经过北京冬奥会的培训 准备登上解说台了 那么刘世文同时也透露 那么自己在退役之后的一些举动和决定 将会做乒乓球推广方面的一些工作 因为我们知道像目前的 像刘国梁的这一批弟子吧 很多球员在面临退役的时候 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打算和安排 比如说这个许欣啊 就是成功的入政界啊 进入了亚拼联 那他自己刘国梁也是成为了这个 国际拼联的副主席 那关于刘世文的话我们知道虽然他不是国平的大马冠选手 但是无疑 无论是从样貌 实力 以及啊 他的一个影响力方面 在整个中国女性历史上 他都是最顶尾的存在 因此我觉得去做一些推广乒乓球运动的这个事情 反倒是一个最适合刘世文 退役之后所做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的人气非常高嘛 而乒乓球运动其实还是非常需要去推广的 不仅也是在咱们国内啊 在国际的推广方面也是需要中国队作为世界上最好的这样一支球队去积极推动 因为目前 平方球在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运动 甚至因为中国队这种超强的统治力 再加上在国际上并不流行的这种趋势 甚至有可能会面临在奥运会上被削减项目的这样一个风险啊 所以说刘世文愿意在退役之后去做乒乓球项目的推广运动的话 不仅是对于中国乒乓球对于整个世界平台来说 也会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对于小早的球迷来说也是非常幸运 起码他们依然可以在乒乓球这个领域看到自己的武装继续发光发热 感谢观看